好 排班载客引发脚头霸占夜市的争议 如果这个场景换到机场不太一样了 这里的计程车问奖要载客做生意是一定要排班 而且依法可以跟民众收取服务费 而不过呢 包括像是高雄小港机场国际线 或者是我们看到台中和松山全面是不收服务费的 不过桃园的国际机场呢又不太一样了 我们来看看每个地方大不同 那我们的车 你好 旅客从高雄小港机场大厅走出了航站 搭排班计程车 问奖打开后车厢 帮旅客搬行李 服务不错 不过上了车子以后 问奖就会告知要收一笔服务费 上车车会跟他们说 对 不然的话有的乘客都淹尸都没有办法沟通 服务费50块钱 如果又开了后车厢 还要再加收10块钱 问奖说都会事先告知 以免引发消费纠纷 而业者也制作告示牌 写得很清楚 不过大部分人都不知道 其实有省钱之道 走到那边国内线就没有收50块 我不曉得 要走过去你这样子 对啊 那不然就都50块啊 50块很难赚咧 从国际线走到国内线 大概只花了10分钟 不过这里的问奖 不会多收你50块钱 这笔费用只在国际线收取 而国内线没有 很多人在记者告知以后 当场表明愿意多走10分钟的路程到国内线 而这笔费用是根据民用航空机场客运管理办法的规定 排班计程车可以收取停留服务费来收钱 不过台湾各地机场收不收费情况并不一样 以小港机场来说 国际和国内线如果开了后车厢都要收10块 而服务费只有国际线收 往北到了台中清泉钢机场 不论国际或国内都不收 寿山机场也是全面不收服务费 不过桃园国际机场 往国一国三国五的计程车 除了既有车资还必须按每公里加收1.2元的费用 机场服务不好还收的话 基本上是不会有人想要打的 排班计程车收服务费依法有据 尽管每个地方的做法不一样 但如果能够让旅客感到负的值得 看来大家并不会太计较 地者翁仇文 陈国明 高雄报导